大家好,我是尔差,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关于wordpress课程的几个常见问题 截止到目前,2021年初,一共有17门wordpress课程 这些课程内容有长有短,有的免费,有的收费 看上去内容很多,但我感觉还不是很全面,以后还会增加和补充 这17门课程看上去比较散,但实际上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定位 那就是如何从零搭建wordpress网站,适合于国内企业网站和外贸网站 我的课程以经验分享为主,面向新手和小白同学 如果你不会做网站,想用简单的方式做出高性价比的网站,可以参考我的课程 通常用wordpress网站有三种情况 一个是做外贸网站,面向国外的用户 他们可以在网站查看企业和产品信息,做寻盘、留言等操作 第二种情况是做国内的企业网站,面向国内的用户 这种网站以企业展示和产品展示居多 第三种情况是个人网站,个人博客或者是个人作品集的展示 其他情况应该还有,欢迎补充 不论是做什么网站,网站建设的流程都是类似的 我先分享一下从零搭建网站的搭块流程 简单的说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安装好wordpress程序 第二步是安装好主题的代目演示数据 第三步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改造网站 重点说一下前两个步骤 特别是第一步 看似简单实际上非常繁琐 需要大量的知识和经验 做好第一步对于新手来说并不容易 而且第一步的选择对以后的安装程序和网站今后的改造影响很大 第一大步骤可以细分为五个小步骤 分别是买域名、买主机、下载wordpress程序、上传wordpress程序、还有安装wordpress 这几个步骤看似简单 但涉及到很多具体的问题 比如 从哪买域名 买什么后缀的域名 从哪买主机 买什么配置的主机 买哪个机房的主机 租服务器还是虚拟主机 从哪下载wordpress程序 如何上传 ftp又是什么 另外还有 主机集成的wordpress程序好不好 我一般不推荐使用主机集成的wordpress系统 关于上面提到的这几个问题 可以参考我之前分享的wordpress入门课和一些免费视频 第五个问题 主题演示数据是什么东西 简单的说 可以把wordpress想象成是电脑的操作系统或者手机的操作系统 把主机和域名想象成是电脑硬件或者是手机硬件 这个硬件是不能买断的 需要每年或者每月付费租用 wordpress系统自带的功能很少 外观也很简单 基本上不能直接使用 我们需要的那个网站 需要有很多页面 而且还有很多的炫酷的交互效果 还有很多功能 这些效果需要wordpress主题和插件来实现 这个类似于给手机或者电脑安装软件 把主题和插件安装到wordpress上 主题和插件有很多 而且有免费的 也有付费的 还有破解的 强烈不推荐使用破解版的主题或者插件 通常一个主题包含了很多不同风格的网站 这就是演示数据 我经常管这个叫demo演示站 我们在做网站前 先根据自己的需求挑选demo演示站 演示站确定了 它所在的主题也就确定了 上下的就是改造和修改演示数据 主题可以随便换吗 主题选择一定要谨慎 尽量考虑全面 因为以后不要轻易更换wordpress主题 因为网站的正式数据都是在主题提供的那些功能库上建立起来的 网站呈现的内容与主题提供的这些功能关系很密切 一旦更换主题 因为wordpress同时只能运行一个主题 一旦更换主题 网站已经发布的内容 特别是页面 这些内容会失去老主题功能的支撑 会出现乱码或者错位 或者功能失常 更换主题后 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要手动一个一个的调整 要针对新主题的功能库重新调整 很花费时间 编辑器可以随意搭配吗 编辑器有很多种 wordpress默认自带了经典编辑器 还有古登堡高级编辑器 每款主题都至少有一款原配的高级编辑器 主题的弹幕演示站就是用的这种高级编辑器生成的 我们还可以用编辑器生成更多的页面 有的主题可以搭配多种编辑器使用 比如自家的编辑器和通用的编辑器 有的编辑器是独家的只能这款主题使用 有的编辑器是通用的可以适合于多个主题 主题是否可以用某种编辑器 这个要具体看主题的要求 买了课程可以得到解答服务吗 我做的课程都是在线视频分享 不提供技术支持服务 其实有很多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我只不过是经历了一些事 然后再把这些事分享出来 希望能帮到更多人 大家对我的期待值不要太高 主要是我的时间和精力分配不允许 目前只有我一个人在做 以后也许有合作伙伴欢迎加入 如果大家遇到问题可以给我私信或者邮件 我会不定期回复 各位也可以加公开群和Wordpress爱好者们聊天 或者进入学员群和付费同学们一起探讨 即便是进群也不要期待值太高 你的问题别人可能也没遇到过 或者他们没看到你的问题 以上就是我最近整理了一些 关于Wordpress课程的一些常见问题 希望能帮到你 我是Ochair 我们下次见